大家好,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今天来和大家讲一下以色列预袭,台湾要吸取哪些教训。 中共对台湾发动特杂的可能性正在升高,以色列对北京反面, 罕见称蔡英文为台湾总统,以色列特种部队解构出250名人质, 逮捕了哈马斯高官,双方抑战的影片曝光。 在进入话题之前,请你先点赞订阅,你的支持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个频道成长, 等更多的人了解真相。 哈马斯特杂以色列,引起外界对台海局势的关注。 哈马斯和以色列相比,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懸殊, 哈马斯明显处于劣势,但为什么他要率先动手呢? 分析人士认为,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是他们唯一的所谓资柱性产业, 他们的领导层因此能够获得外国大量的资金援助。 大家都问,今次哈尔战争的幕后黑手是谁? 传媒人情长推断,由哈马斯不惜自我牺牲去攻击以色列, 他背后肯定是有人支持的, 不是的话,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武器。 9号,哈马斯公开发布影片,指明道姓感感谢伊朗, 说伊朗革命卫队向我们提供了武器、弹药和资金, 但哈马斯的话音未落,只能同一日, 伊朗即刻否认了自己参与这件事。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即刻发表了一份声明, 表示,我们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我们不会参与巴勒斯坦今次的行动, 因为今次的行动完全是巴勒斯坦自己的决定。 第二日,美国居然罕见证为伊朗洗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一份声明, 说,没有证据表明伊朗参与了这次行动。 美国不希望伊朗来巴勒这些国家参与进来, 因为俄乌战争九拖不决,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援已经捉金见爪, 而中共对台湾一直负事丹丹,蜂蜂欲动。 如果中东再乱起来, 美国可能就要分身佛述了。 评传表示,我们可以由网上看到, 很多哈马斯的支持者在游行的时候, 高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企。 这样给人一种印象, 中共和哈马斯的袭击是不是有关联? 我们刚刚说, 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相差远速,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策划这个明显不对等的军事行动? 它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 评论人士刚锋分析, 中共在利用哈马斯做测试, 看看有代差的军队, 如何在特杂当中, 撕开防守而密的, 比自己拥有更高科技和军事水平的敌人的大门。 如果哈马斯能够取得成功, 那么很明显, 中共将会用于攻打台湾上。 哈马斯的特杂行动, 有几点对台湾国军具有借鉴价值。 军事评论人士马赫在自媒体节目当中分析, 首先是饱和式攻击, 以色列的铁路防御系统是专门为了应对大量火箭弹, 逼极炮设计的战术武器。 但今次哈马斯在两个钟头内发射超过2000枚火箭弹, 全部超过了以色列南部铁路系统能够应付的容量。 其次是弹药补给问题, 今次以色列的弹药储存很快就出现不足, 一个原因是美军将储存在以色列的部分弹药 支援给乌克兰。 同时以色列还要防范不方针主党的火箭弹和地面攻击, 不可能将所有的铁路拦截弹, 火炮弹药和空头精准炸弹都送到南部战场, 所以以色列立即就向美国求援了。 台湾由于四周环海, 战时的外部補给将会非常困难, 所以内部弹药的副存和生产能力就成为了关键。 官司研究者纪永天在上部发文指出, 哈马斯能够突袭以色列, 还在于他之前就不断发动小规模杂扰, 不断以火箭弹去攻击以色列, 小规模的渗透都时不时出现, 再配合认知作战, 认为和平假仗, 令到以色列麻痹并产生误判。 江峰说, 一次次的军事演习就好像狼来了的故事一样, 以色列的人说, 啊,他们只是又在那里演习, 演习做多了, 警惕性就会下降。 中共在发动攻势之前, 一定会进行大量的欺骗行动, 例如说,经常性地闯入台湾防空式别区, 令到消耗台湾的警觉性, 台湾人一旦将它看成是新常态, 就可能会等共军有机可乘, 便是日实行真正的空袭。 同时, 中共在福建提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声称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 这样都在麻痹台湾, 迎着一种和平的假象。 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姚成13号, 在X平台上面分析, 台海问题的根源出自于中共内部, 准确地说就是习近平的想法。 姚成表示, 习近平在位十年, 将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搞到一塌糊涂。 2027年要召开二十一大, 习近平需要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 在和平和一大门基本上已经关闭的情况下, 唯一选项就剩下武统这条路了。 姚成认为, 中共对于哈尔战争有一个战略布局, 第一阶段哈马斯被打败在中共预料中的结局, 然后以色列布袱, 恐怕会激怒一些阿拉伯国家。 第二阶段, 中共会鼓动一些中东国家围攻以色列, 美国实际上都见到这一点, 因此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赶到中东, 第六次中东战争已经逼在未接。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 中共没有谴责哈马斯的意思, 日前以色列公开罕见地称呼蔡英文为台湾总统, 外界分析, 以色列对中国的政策正在急速转向, 甚至有撕破脸皮的可能性。 联合国安理会想要通过谴责哈马斯的决议, 但未能够达到一致意见, 美国、日本等国支持以色列, 强烈谴责巴勒斯坦, 唯独中国和俄罗斯没有表示支持以色列, 也没有谴责巴勒斯坦。 中方发言人说, 呼吁双方停火, 坐下来协商解决。 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在X平台发帖话, 当人们在街上被屠杀的时候, 不是提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 以色列期待中国延迟谴责哈马斯, 中国不是将以色列称作朋友吗? 中义关系本来不错, 目前中国已经是以色列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去年的商边贸易额更加高达230亿美元。 身为中共国企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甚至投资了以色列第一大港海发港的一个新码头, 并拥有25年的经营权, 引发国家安全方面的疑虑。 海发港是以色列的重要海军基地, 不单止停泊着以色列的前舰, 美国第六舰队的船隻都经常停靠该港, 不过哈马斯对以色列恐怖袭击之后, 中义两国关系可能要发生大转折。 以色列日前向世界陷话, 希望各国谴责哈马斯, 以色列对中共的态度表示失望, 然后向台湾表示了感谢。 以色列驻台北办事处用中英文相语, 向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感谢, 值得关注的是, 以色列罕见地直呼蔡英文为台湾总统, 中共立刻批评以色列支持台独。 哈马斯偷集以色列, 武装分子大事屠杀平民, 劫持人质, 日前以色列第13艦队特种部队, 成功解构出250名人质。 以色列的特种部队, 相当于美国的海炮突击队, 以色列特种兵随身配戴摄像机, 录下了双方交战的影片。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X平台发布影片并发贴话, 经过第13艦队特种兵的努力, 以国重新取得, 位于加沙边境的苏法军事哨所控制权, 在行动当中更加击毙了六十多名的哈马斯恐怖分子, 成功救出250名人质, 并逮捕了6人, 包括哈马斯的高阶军官, 穆海·文德·亚布·亚里。 由影片当中可以看到, 现场枪声四起, 有一名男子被以色列国防军制服, 不过以色列军方并未透露这名男子的身份。 约瑟目前仍然有150名的人质租到挟持, 哈马斯威胁, 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入侵, 他们将会处决这些人质, 然而以色列军方13号向加收的半数人口, 约110万居民下达命令, 要求他们24小时内全面撤离, 因为以军即将发动消灭哈马斯的地面进攻。 根据以色列外交部的消息, 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13号遭到袭击, 并被送往医院, 这位遇襲的外交官50岁, 在一间超市前面被刺伤。 事件发生在13号下午2点左右, 理明以色列外交官在街上行走的时候, 遇到一位白烟男子行刺, 这个男人离头, 见得比较大只, 由影片当中可以看到, 大途不是中国人, 但似乎都不是典型的阿拉伯人掌相, 他手领一把刀袭击外交官, 最后受害人倒在地上。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周围有路人经过,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施救, 有人懒惑地走开, 有人犹豫了一下都走开了, 最后大途腿部都受了伤, 挂着脚逃离了现场。 评论人士陈破空在自媒体节目当中表示, 这个就是所谓最安全的中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我都是14亿份之一, 我为什么就觉得住在中国很安全? 他觉得很安全。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民主国家, 在正常国家一定会有人上前制止, 因为对方拿的是刀, 而不是拿枪, 大家合力很容易将大途制服。 以色列外交部声明说, 襲击地点并非发生在使馆院落内, 该名工作人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这宗攻击事件的动机正在调查当中, 北京警方的说法是, 受害人是以色列外交官的家属被刀吉伤,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拘捕, 经过初步的审查, 该嫌疑人53岁, 在北京从事小商品经营工作。 对于北京警方的说法, 有网友质疑, 以色列外交部在声明当中, 明明说受害人是一位外交官, 为什么到了中共当局那里就变成了家属呢? 也有网友质疑, 当局用责伤这个词是否客观, 可以看得出, 官方明显是想大事化小, 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曾经呼吁 全球穆斯林13号都上街示威, 发动哈马斯后终的愤怒日示威, 声援巴勒斯坦人, 目前还不清楚这宗发生在北京的袭击事件, 是否与愤怒日有关?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按个like, 订阅留言,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世事变幻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